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昨天晚间到了凯道 合体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有人说这是蓝白合作的 骑手势吗 我们来看到柯文哲 他提到了 蔡政府你有本事 就把核四直接关掉 还有他也大胆预言说 反莱猪公投一定会过的 另外他也提到 其实近来 这个蔡英文反莱猪的言论 再加上他之前说过的一些话 简直会让人听了觉得精神错乱 不过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其实这个柯文哲 昨天到了凯道的时候 他拿了一双蓝白拖 送给罗志强说 希望他可以打小强 另外也送上了一碗红豆汤 当下其实 这个罗志强立刻就跟柯文哲说 市长你知道吗 红豆汤如果加上蓝白拖 是政治不正确 而且当时罗志强也回赠了 柯文哲一副墨镜 直接告诉他说 要来帮他遮白幕 柯文哲当下也是立刻带了起来 不过尽管柯P强调说 大家不要对于他去探望罗志强 有太多的想象空间 但是柯黑大将王世坚 还是用了一句金句来嘲讽 好 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 指的就是 你把鸡去寄放在山猫那个地方 那不是刚好就被山猫吃了呢 他其实意思直言的是 蓝营的人 你怎么会把自己仅存的人气拱手 来送给柯文哲呢 当然现在其实还是觉得说 大家也来观望 这个柯文哲去探望罗志强 两个人合体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蓝白合作呢 而且柯文哲他其实 昨天在这场直播当中 直接回答了高端疫苗等相关议题 两个人还提到 现在只要不顺民进党的意 就会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蓝白托加红豆汤是政治不正确 你知道吗 蓝白红共 你只要跟他立场不一样的 哇 那就一句话 中共同路人 民进党看到蓝白互助不满 滋味上心头 可黑议员王世坚 要国民党小心被抢攻 超过7成的民众反对蓝猪进口 蔡英文却说不吞蓝猪 就无法加入CPTPP 完全不敢提大陆和欧盟 都不吃蓝猪 你CPTPP那坦多得很 甚至蓝猪的最主要 美国的那个蓝猪 他在美国自己都还没加入CPTPP 所以这么显而易见的一个骗局 民进党要骗再骗 他告诉大家说蓝猪进来的话 我们有机会跟美国签BTA 蓝猪已经开放了 我请蔡总统把BTA交出来 给全民看看 当蔡政府拼命红百姓张开嘴 吞蓝猪 但从头到尾 每一个大官敢挂保证 全民吞蓝猪到底能换到什么 记者杨七昊 许国豪台北报导 但是呢 说蓝猪的干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